尊敬的魏老师 尊敬的师兄师哥师姐师妹们 大家现在好 我来自吉林省长春市 李贵梅 也就是我们百合爱心理疗的会长 通过他介绍 我还没记得说我这个名字呢 我叫红红莲 通过李贵梅老师介绍 咱们的长同学给我报名以后 我来到了这里 非常的荣幸 首先感恩推荐我的老师 在22号来的路上 我还抱着怀疑的态度 因为我来的时候家里人说 你别去了 那咱肯定是传销什么的 到底咱肯定上当 真的这样说的 因为咱们来到这个台上 一定要说真话 我说没事 只要是传销 我就去报告 真夏老师所讲的和长同学 学好了以后 能为他人服务 也能为自己治疗 我说我就好好认真努力地学 学好了以后 要为我们就是所需要帮人 去给他们服务 因为我现在分享的就是两个小事 并不是什么大事 就是说我这只手 就是在来一个路上 前天22号那天 就是还是在苦难 龙肿 我的师妹 所以孙明依老师 还有一个师弟 跟我说 说姐啊到那以后 你先把这手治好了 因为我很怀疑 并没看到今天这种场子啊 我就抱着怀疑 我也没治 就是在昨天的情况下吧 也就是无意当中 我就把手 可能大家有的都看到了 就整个手 这手心吧 都是炮出来的 和这个地方吧 就都是别问的 这个呢是特别就是这个方向 就是腐烂 然后我也就是 无意当 在老师讲课的时候吧 我就是把我的手 就是无意当我就这么就放 就这样是放到这 而且还停课 所以说不来 直到一来 下一周 一个钱没花 病神是好 所以我还想要 那种事才能给你 另外我们就是说 在来的路上时候吧 我是重感冒 因为我这个人嘛 就是非常刚性 也省不得花钱吃药 哎 哈哈哈哈 全程啊 就是 再来的路上吧 因为就是 非常着急 下车的时候 早在北京那个 早了好几天 站 我们才来到这个会场 哎 就我这鼻涕一把 泪一把的哈 我说到哪样的 乘车买个药 我一路观察 我就看 找邮件 也没找到邮件 眼睛失误门吧 就把我 我们把我们十个姐妹们 拉到这个现场 我说咱们这个会场吧 肯定得有感冒药 啥的 一般的会场都准备 要了这个 要那要的 我到这家的 一撒没学了 也没看着要 我就很灰心 完了我就自己穿了 就泡河的一叠纸 就准备打 潘滴啥的 或者是就是流鼻涕 眼泪啥的 就会擦 哎呀真神奇 哈哈哈 就来到这个会场 一个感冒 就是一大咖啥也没打 一个鼻涕也没流 而今天就是老师讲到说 咱们按第七学道 就讲到 咱们要是有那个 鼻眼或者是感冒的情况下 就手指按到咱们这个位置嘛 其实我也是无心 就是我看的 当然都不能好 也是都是怀疑的态度 完了我就这样的 手按着这个学道 还不经常按 也就是三两分钟三两分钟 就这么按下来了 你看前天二号 今天二十四号吧 看我像感冒吗 不是啊 所以说我非常感冒的 魏老师和各位家人 我学习了咱们这个长生学 就是说我学完以后 我们 就是李贵梅老师 我们的师长 就是我准备回去 我们研究 就是回去开酒烂 在咱们长春 呃 要为 嗯 调整的案 就是调整的 这个不乱 调整的案 其实 还是 就是意思都一样 就是 语言不同 哈哈哈 我说对说好 说爱还给大家包含 因为我系的农民 呃 关头的他呀 没有文化 能怎么排来 我 费了很大的勇气 独类又独裁 所以说我还有更多的理案 我好好用心来学一番 长生学 其实记忆力不好 又努力来学 因为以后你不要说你没文化 你要怎么说呢 你说我曾经在北京上过一个课程 叫长 下边我的同学有广州中医药大学的医学博士 还有医学硕士 其他你不用说了 哈哈哈 所以说你是本学嘛 对不对 你不签了 你不问你说假话嘛 下边 有没有博士 肯定有 我是医学 刚才那两个都是硕士研究生 博士 对呀 那以后要说哪个课程 哈哈哈 我的同学是谁谁谁 我的同学博士大学教授 哈哈哈 我们的同学大学是哪个课程的 对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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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